比利时人带房子 不用砖块水泥 而是用这些长方体木块一块一块的累叠起来就行了 如同搭积木一样 简单高效 真是太有创造力了 这种木块中间填充的是石墨EPS保温绝缘材质 轻便保暖 安全可靠 施工时 工人只需要轻轻推动保温块 于是木块便形成了上面凸起 底部凹槽的构造 于是上下两层的木块就能嵌套相连了 或有我国损卯之意 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建造前 首先要在电脑中对房屋的模型进行精准的设计 以此将房屋建造所需木块全部精确地制造出来 可以看到 通过这些木块一层一层的错缝嵌套相连 房屋墙体就形成了 这种墙体可比砖墙要厚得多了 将两张长木板插入特定木块之中 然后再在上层逐层套入相同的木块 这样房屋的柱子就形成了 通过这样的构造 不仅能稳固木块横向连接 还能增加房屋的受力 真是一举两得 再来是门窗过梁的搭建 过梁也是这种木块 只不过结构稍微长一些 只需要将其嵌套搭建在洞口两侧的墙体之上就行了 接着需要在过梁层木块之上搭建一块顶板 顶板上有均匀间隔凸起的方块 以作为搭建楼板横梁的底座 于是没过多久 房屋首层的框架就基本不公了 接着开始搭建楼板 这种楼板是由一根根长长的横梁组成的 横梁主体是两张侧立平行的长木板 长木板间通过一些垂直且等区分布的断屋板相连 因此一根横梁中有许多的方形柱子 将横梁两端的格子分别扣在两侧墙体顶板之上的凸起方块之上 这样一根根的横梁就形成了房屋楼板的主体承重结构 整体呈现出一种紧自形构架 别小看这样的楼板 它的承重可能远超你的想象 接着直接在横梁之上铺设一些木板 以形成房屋的楼地板面 于是在工人娴熟的操作之下 楼板结构就搭建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二层的建造 将木块直接调送至楼板上 同样是搭积木的方式 底层木块直接扣在预先搭置好的木板之上 接着继续向上搭建 逻辑就和首层墙体的搭建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二层的山墙面墙体需要搭建出一个斜边 以形成坡屋顶的造型 不过这些木块都是预先精准设计制造的 直接按序列搭建就好了 非常的简单 于是很快 二层的墙体也搭建完毕 再来就是建造房屋的屋面结构了 这些三角形的木横架就是屋顶的架构单元 将这些三角形横架等具平行布置即可 同样很快也就搭建完成了 横架单元之间需要增添一些构架 以稳固横向的连接 于是在工人们的协同操作之下 屋架也顺利建造完成 最后就是一些内外装修的工作 这样 一栋通过搭积木方式建造的精美木屋 就完美呈现出来了 怎么样 这样的房子你觉得还行吗